這邊寫的是P of A2 over A1 等於P of A1交集A2 除以P of A1 那因為我用A和B來寫 所以我的寫法就變成 我的寫法就變成P of A1 over B 等於P of A交集B 除以P of B 那這兩個寫法 只是不怕從A1A2變成AB而已 所以在很多地方 我們會看到不同的寫法 那通常是等價 那各位請看這個2-7 請問這一條到底是什麼 這一條是我們所說的公理 定理還是定義 定義 我需要證明這件事嗎 好 我們現在是定義 定義 這個東西叫條件機率 我既然是定義 我是不是需要證明它 答案是不用 為什麼 定義通常只是一個符號的簡短表達形式 就是 未來當我寫這樣的時候 其實它的意義就是最可憑 那放給它證明 它只是一個符號的簡短表達形式而已 好嗎 那個有放我開嗎 有 放都一直開起來 一直在錄 所以 請注意喔 定義 不需要證明 我可以定義為積分的 積分符號的意義 我也不用證明 為什麼 因為那是一個 形式的代案 所以不用證明 那所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根據 公理跟定義 然後 做推演 那當然也可以根據之前的定義 OK 好 接下來呢 這是條件機率喔 但是條件機率 既然是這樣定義 其實它有它的意義 對不對 它的意義就是 以這個例子而言 我們的 定義是說 在D已經出現的情況之下 A所出現的機率 在B已經出現的情況之下 A出現的機率 那以我們課文的例子也就是 在A1已經出現的情況之下 A2出現的機率 這個是條件機率 好 那請再翻過來 到二支實驗 好 二支實驗說 D of A1 交集A2 等於D of A1 等於D of A2的時候 等於D of A1 我們稱為獨立事件 那請注意它上面寫的是 定義還是定理 一樣是定義 所以需不需要證明 不需要 因為它在定義 它到底在定義的是什麼 是定義獨立事件這件事情 比如說當它符合這個公式的時候 我就叫它獨立事件 而不是我先有一個獨立的概念 然後才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實力上 觸覺的發展 往往是先有獨立的概念 我才去做這個定義 但是呢 真正在 在 觸覺的證明上面 是反過來 我是 我是這樣定義之後 我才變量用 那這是不一樣的 好 接下來請看二支十一頁 D of A1 A1 A2 代表兩四件 至少 P A1 或P A2 其中之一 是A0的 那麼 A1與A2是獨立的 若且為或 P of A2 over A1 講明 P of A2 或者是P of A1 over A2 講明P of A1 請注意這個前面是定理 還是定義 這個是定理 定理代表什麼 要證明 也就是說 他 他不是 只是一種 形式的代換 他已經是在 教求你要證明的 他說 這個事情 我要宣稱 他是一個定義 但是 這時候呢 因為我的空理裡面 沒有這個東西 我也沒有 就是 這個也不只是一個定義而已 他 他其實是一個 一個 等待證明的 規則 而這條規則 其實我不知道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證明它 那 通常裡面會有一些例子 那 請各位 各位 事情看 但是我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假如你 頭兩個骰子 那 第二個骰子 會不會影響到第一個骰子出現的機率 通常不會 如果你那兩個骰子中間沒有暗場玄機 而 以公平的骰子 沒有做手腳的骰子 應該是 第一個骰子 投下去 跟第二個骰子 投下去的機率 是不互相影響 第一個骰子 如果是一點 是六分之一 第二個骰子 一點的機率 也是六分之一 不會因為第一個骰子 出現了一點 第二個骰子 出現一點的機率 就會大一點 或小一點 那如果有這樣的話 我們 在我們的 邏輯概念上 我們會認為它是獨立 用語言的描述 所以 兩個獨立的意思是 互相影響 那我們 既然這個是個定理 我們就必須要證明 那我們來證明看看 好 我們要證明的是哪一件事情 我們的定理2.3.1用自然語言的方式寫 那我現在所寫的方式是用一個比較圖號的方式寫 我現在要證明的是這一個 如果這樣的話呢AB就獨立 我要證明的是這個 但是問題是這裡你就要看到什麼叫做獨立 到底什麼叫做獨立 什麼叫做獨立你不應該用講的為什麼 因為前面告訴你 前面定義2.3.1獨立事件 有沒有 這裡其實就在定義了 所以你必須要根據這裡的獨立 來 來 來 說定理2.3.1所謂的獨立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不能自己講自己造主 那這個兩個獨立的意思就是呢 A A 交集B A A B B 這樣叫做獨立 所以其實我只要證明這樣就可以了 我只要證明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這裡還有一個概念 這個是什麼 條件機率 那什麼是條件機率 請看前面條件機率的定義 2-7頁定領2.2.1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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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現在要證明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如果等於你有沒的話呢 那這一條就會成立 那這樣怎麼證明 一下就好了對不對 非常簡單對不對 這個你到這邊來變成整的不就是這一條嗎 好證明完畢 所以基本上他後面的那個 後面的這個定理2.3.1在講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事實 你只要做一個一項動作 根據定義來做一個一項動作就結束了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因為獨立這件事情在我們腦袋裡面比較自然 那條件機率這件事情在我們的腦袋裡面比較自然 那如果你全部都回到定義的時候 你未來你就會發現 我我很難一次一次都用定義的方式去理解那些東西 因為他寫出來的想要計算的那些東西 往往要利用到鼓力 利用到條件機率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直覺意義存在的話 每次都要回到定義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看完一個 看完一個題目你就忘了到底要做的是什麼 所以他現在在定義一個 讓你可以把公式跟自然語言 兩個合起來的東西 那這個公式跟自然語言兩個合起來 你才有辦法真正把實際世界的問題 對應到數學世界 目的是這樣 那你把實際世界的事情 那些問題透過自然語言描述 然後對應到理論的世界裡面 那這樣子到時候你要做模擬 或是做證明都可以 好 所以定義要點三點原因 我們證明文弊 好接下來定義2.3.2 這裡又變定義了 因C等於AI AI是I等於1到2 2至12頁 是有限個事件的集合 那麼這些事件是獨立事件 若且微弱 對於任何C的此集合 是A1到A4 Po的A1交集A2 一直交集到A4 等於Po A1乘Po A2乘Po 那這其實 因為它是定義 所以這邊其實不用證明 那它在定義是 有限的事件集合 之間的獨立關係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乘法規則 乘法跟規則P of A1交集 可以讀在二字十三頁 P of A1交集A2 P of A2 over A1乘以P of A1 這個叫乘法規則 好,那這一條需要證明 但是這條證明非常簡單,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把P of A2 over A1 到底是什麼寫出來就好 我為了跟大家一致,我用A1 A2 也等於每次大家都要用在ab之間帶來宣傳 這條的證明很簡單 什麼叫條件機率 DOMA2 over A1的定義 DOMA2 over A1的定義是不是在 二支七列的定義2.2.1 那我把它寫一下 ok 對吧 是這個定義吧 好 那這個定義 既然這個兩箱子就消掉了嗎 那當然就只剩下的效果 好 學做完了 好 所以 我們現在做了什麼事 從公理系統開始 一層一層 把所有機率裡面的法則 會用到的一些法則 證明出來 但是這個證明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才會再定義一些事情 為什麼定義那些事情 因為那些事情 有直覺概念 而且常用到 有直覺概念 而且常用到的東西 在數學方面會先定期 因為後面會用到 好 所以有了懲罰規則 接下來請看二支十五頁 廢視定理 二支十五頁的廢視定理 那廢視定理 我們直接看規則 但是這個規則寫得複雜的話 廢視定理的這個規則寫得複雜 我們寫一個簡單的版本就好 並且很好看 今天還有幾個掌握的水 我們需要在五個掌握的水 就要走到五個掌握的水 裡面的一邊的水 最新鮮的水 但是日常有過去 一點點 也好 這麼快 因為其實很難留意 类似定理到底是什么 请你在定义2.4.1的这个里面 其实这个应该叫定理 它这边写定义2.4.1 我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类似定理嘛 你看它的名字就是定理 所以这边应该是本定义而已 这个叫贝式定理 所以请各位把它抄在2支16页 这样子写会比较拐 比较简洁 如果你看那支16页2.4.1 保证你以后不知道该怎么用到 比较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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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贝式定理 那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定理 我们要证明它应该是一个定理 我刚刚讲说它2.4.1写定义 其实不太好 应该写成定理 把它上面改成定理 哪里 2-16页的定义 改成定理 2.4.1 那这个规则 这个贝式定理的版本 抄在那个里面 证明很简单 回到条件几率的定义 你就可以证明完毕了 条件几率的定义 是什么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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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寫呢? 你可以看到把這個削掉 不就是這邊不就等下邊嗎? 你只要把第二回削掉這邊就等下邊 剛剛我寫錯了,我查得出來為什麼 因為這裡跟這裡一定要對效 結果這樣可以寫第一句是錯 所以你剛剛的形式寫版 粗化寫版 所以在你證明的時候 如果你是對的 那應該你會再查出錯誤 寫出的錯誤存在 好,這樣子就證明完畢了 可以 類似定理 分據機率的公設S 那它是一個可以證明的定理 OK 好,那這裡就第二章結束